講兩句就好了好不好 講兩句就好了 匆匆從口罩工廠走出來 家裡科技負責人林明靜 衝上車直接開走 路上混沖國家隊涉嫌詐欺等罪 但早上的他可是這麼說的 因為偵查不公開 我什麼都不能說 感謝各位 那你們什麼時候會開門 我們待會兒就會開門了 謝謝你 所以今天就可以開始退貨了 我們今天就可以開始退貨了 不法獲利估算超過2825萬 5號清晨被預令350萬元交保 早上首度現身 說要讓民眾口罩退換貨 13分鐘快閃 所以這幾天也都會開門 對 只要有人 你不相信我 你退貨 我們全部人都接受 謝謝你 謝謝各位 下午卻是變了個人 鐵門更是沒開過 只讓員工立告示 要大家什麼通路買的 就從哪裡退換貨 而公司購買要帶著發票 跟口罩前來 期限卻是變成從9月9號開始 根本不是林明靜所說的 即刻處理 疑似就是不滿家裡欺騙 4號晚間 更要民眾跑到工廠前面 拿出一大碟口罩狂灑 一張張口罩就像雪片般 從空中落下 現場滿地口罩 整台灣更出現退照 潮新北市49萬片 宜蘭縣2萬片 台北市有數千片 第一天就累計超過 53萬5千片 謝謝 謝謝各位 辛苦你們早點休息 原本清晨350萬元交保 但他工廠被找出800萬元現金 跟70萬片的錄製口罩 無從抵抬 原以為林明靜態度軟化 但一下午卻都用冰冷鐵門 來面對廣大消費者 接著 接關紅黃針 台北爸爸